请问杨强泰先生 你这次的个人展示你第几个展 这是我第七次展览 但是在新加坡是第三次 其他四次我是在美国、韩国、中国跟马来西亚 请问你这次展出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次的主题是叫做古为金融 为什么要叫古为金融呢 因为我是用古文字来写 但是又把古文字创新 写成新的东西呈现给人家看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因为古文字其实是很优美的 它以图形为主 早期的文字都是写画画 不是写字的 开始是画图画这样 所以我就把文字的优美的形式表现到新的 现在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美感在里面 请问你这次展出的展览有多少样作品 这次是有大概五十多件 作品有分哪几种还是几类的吗 作品呢 有开始有传统的 就是写的很传统 照加古文中顶文这样写的 然后呢又有一些是创意的 就是把两三个字还是单字写成不同的形式 就还有是把背景又加上一些字 用草书做那个背景 前面呢是用古文字写同样的字 同样的句子 但是用不同的在表现这一张作品上面 那这次杨昌在书法展古为经用 如果公众人士或者对书法有兴趣的人士 他们要去参观你的这个展览 他们应该去哪里参观 他们可以到台胜楼二楼 叫做吉青画廊 那边是早期的那个四宝斋的那个画廊 它的营业时间大概是十一点到晚上七点 这次开幕里是由南亚美术专科学校的院长 朱天寿先生他主持开幕 你还有什么要分享这次的 最主要这次的展览呢 我是想把旧的文字介绍给公众 给他们多了解 我们中国的文字实在优美了 它有不同的造型 有不同的那个表现方法 所以我用最新的就是草书 跟最古老的这些古文 也配合写在一张作品里面 给人家产生了一种很调和 但是又有两种文字的一种优美的感觉 好谢谢你 公祝你展出成功 好谢谢 这次的展览呢 我也是比较用了新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用旧的金框 金框写一些文字 也是古文字在一起 然后旧的金框是很美的 是用三字幕 跟那个子檀木也有 来做为那个框 所以它有古色古香的味道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